量仔 量仔 初学者打开球 最容易疑惑的五个知识 疑惑一 什么是全色 花色 一到七号属于纯色球 整颗球除了数字圈外 只有一种颜色 九到十五号属于花色球 整个球除了数字圈外 有两种颜色 疑惑二 什么是打薄打厚 以这个角度为例 进球点在这 如果是重合度过多 就要打厚了 如果是重合度过少 就要打薄了 疑惑三 什么是分离角 直线球的话 白球碰到目标球时 没有旋转就会停住 有角度的话 白球碰到目标球后 都会先沿着进球点的切线 90度横移 疑问四 什么是顺晒反晒 以中竿路线为例 白球弹出来后是这个角度 如果加顺晒 反射角会变大 白球弹过后会有加速效果 如果加反晒 反射角会变小 白球弹过后会有减速效果 疑惑五 自由球随便摆满 击球者开球犯规 对手获得自由球 白球只能摆在红色区域 打黄色区域的目标球 击球者平时犯规时 对手获得自由球 可以摆在台面上任意位置 下课